COVID-19,又称武汉肺炎,疫情延烧,欧洲各国陆续沦陷,已有超过3万个确诊案例,我国今天,14日,新增三个感染者都有欧洲旅游室,属于境外移入病例。 考量欧洲西根区域国家人员流动密切,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,17日起将欧洲西根区所有国家和英国、爱尔兰共27国,以及杜拜,统统提升旅游警示至第三级。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,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奥地利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、丹麦、芬兰、瑞典、斯洛伐克、斯洛维尼亚、波兰、捷克、匈牙利、希腊、马尔他、爱沙尼亚、拉托维亚、立陶宛、冰岛、挪威、瑞士及列支堆斯等及与深根区自由流动的英国。 爱尔兰共27国及杜拜,杜拜韩转机,旅游疫情建议提升至第三级,警告,Warning,避免至当地所有非必要旅游。